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东华大学其实你在东华大学学表演 然后其实在我的影像当中 你的身高和你的状态 可能会去当一个超模 就是我的感觉啊 我觉得A这么高 然后又这么帅 可能签一个模特公司做一个模特 可能会在模特的这个行业 会有一个特别好的发展 你是什么样的机会进入到娱乐圈的 这个其实我特别想问 其实我们学校吧 就是东华大学可能服装方面比较出名一些 我为什么要学表演呢 是因为考入东华大学 是因为高中的时候 一个偶然的机会 有个老师当时来我们学校 选这个一考生 我那时候对表演其实不太了解 然后完全是 对完全不知道 居然还可以学这个 还可以考大学 那他从每个班选了一些男孩女孩 然后觉得不错的条件 就当时选上了我 然后就去跟着老师学了 然后就考上大学了 东华大学其实虽然是服装类的 但是你学的还是表演 但是其实我如果是你的话 可能或者粉丝觉得 你这么高这么帅 是不是应该去走T台 是什么机会让你就是 变成一个演员的 你紧张吗 你还记得第一次面试 什么场景吗 一考前是有个老师当时 就是在高考的时候 刚好之前来学校选一些 他觉得条件比较好的 这种有自制的学生 然后当时就在我们班上 看上我了 就觉得我条件还不错 我当时其实是不知道 居然还能考这个表演 然后考上大学 然后就稀糊涂的跟着去了 考上了 然后考上 考上之后呢 你拍的第一部戏或面的第一个剧组还记得吗 其实大学毕业之后 我是当时留在上海就拍那些广告 广告模特 对 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 因为上海那边广告行业比较发达 当时是留在上海公司的一部剧组还记得吗 当时是留了一年 然后那戏 然后那戏也是没什么经验 对 但演得很青涩吧 后来你 我看你已经演了几个还不错的作品 对 就还不错的热播的IP 马上有几个戏要播 你在这个演戏的过程当中啊 有没有 就因为你算是课班出身的 那有没有比如说当你碰到某一个角色 不太会去把控的时候 你会找一些比如说前辈去请教 或者是有没有你比较要好的前辈的朋友帮过你 有 有些时候 比如说我第一部戏刚开始进组我不懂 就有些询问一下是个是叠什么的 需要做什么准备 然后像最玲珑的话 其实没有问前辈吧 就是自己做的功课 看了小说什么的 就每个角色它是不一样的 你得多看一看 我觉得做演员是应该多了解一些影视作品 或者说是一些小说对这个角色有帮助 我觉得这样 今天为止啊 包括你没有播的作品 你觉得比较推荐给大家说 算是你的代表作者是哪一个 如果要说的话 我比较喜欢的人设属于是因为霸道总裁之类的 所以你有演过一个霸道总裁对吗 对最近的一部戏 最近的一部戏 哇可以说名字吗 好色千金 好色千金 我觉得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是它是一个游戏改的 然后情节很玛丽苏 但是它这个角色我为什么喜欢 是因为之前没有挑战过 演的都是一些比较正直或者热血一点的角色 那这个现在这个角色是没有尝试过的 它是一个偏走心的 对就很内敛 它的感情不会说很外向的那种感觉 挺喜欢 就是你最喜欢的这个角色你有想过体验生活吗 比如霸道总裁到底日常是怎样的 没有想过会体验生活 我只是 可能会去找很多灵感 对因为会有不同的借鉴 因为我现在在想你演霸道总裁会不会太可爱 我还挺期待这个 对这个这个这个环节的 因为我会有很多设计 到时候出来的时候 我说 我觉得我们所有网友也可以看一下 如果让你再选一次 你会还选做演员吗 我还是很喜欢做这一行的 我尤其是演员 他给的挑战每次都是不同的 他会给我新鲜感 那我是一个 喜欢追求新鲜的东西 对因为每个角色 它是不一样的 那你得去挑战它 对